这是Synthesis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讲两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会先讲一下整个合成Synthesis的这个流程 它里面的这个EDA tool的这个原理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细的话 那在大三有这个EDA导论 EDA导论这门课 它会再讲到更多的这个部分 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修EDA导论这门课 好那这边我们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第二个部分我们会来讲 像在各位目前在Lab或Homework里面 我们都会要求各位做这个合成 这个合成的部分 那这个合成里面它用到的Script 它到底在干嘛 到底在干嘛 是做什么事情 我们会简单的带过 简单的带过 介绍一下这里面 它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你就比较知道 你不要说这个学了这门课之后 因为我们的TA都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包成Script 所以你每次都是下什么01、02 然后你都完全不知道里面在干嘛 这个其实是不太好 那因为各位对象是各位都是大学生 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把它简化掉 但是你还是要知道里面在干嘛 所以之后你自己在用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它在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是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合成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前面其实也有跟各位提到过的所谓的这个HDL 这个整个的这个设计流程 那整个的流程当然就是从你的设计开始 设计开始 你写出了HDL code之后 写出HDL code之后 那当然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就是要先跑一下模拟 模拟 那你跑模拟的话你就要写testbench 要写testpattern 好 看你的这个设计是不是对 如果不对的话那就要回过头去改 好 又回过头 好 所以这个是各位很熟悉的部分 好 那整个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那接下来设计对了 然后你就可以去跑合成 跑这个Synthesis的这个tour 这个是02 run DC的这个部分 这些部分 好 那你跑完合成之后 你就会得到这个Netlist 那你得到这个Galibro的Netlist 好 那Galibro的Netlist 诶 我们在这今年的课就有要求 各位跑一下这个Galibro的Simulation 好 那Galibro的Simulation 它用到的这个测试的tattern呢 当然也是跟你的RTL用的tattern是同一组 好 同一组 大部分来讲都是同一组 那不过在有一些特别的Case里面 好 那你可能会需要针对Galibro的Simulation 事实上会需要去改动你的tattern的这个 部分 那部分是需要改动的 好 那不过大部分来讲 其实TestBench的部分是大部分都会是一样 好 那你这样跑下来之后 如果不对的话 不对的话 那不对的话有几个 一个是你的这个timing可能就本身就不太符合 好 你可能要重新去做合成 好 那如果是你的这个code就有问题的话 你可能还要绕回去你的这个design这边 重新再写过 好 重新再写过 好 那整个都没有问题了 好 那你做出来的Galibro的跟RTL的也都是一样 好 就代表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接下来你就可以进入到后面的这个设计制造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边在这个大四的这个ICLab 就会教各位所谓做什么APR 好 这种的 然后到这个layout 到layout的部分 最后就可以到TSNC或是UNC去下线 好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这个流程的这个部分 好 整个流程部分 好 那这整个流程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牵扯到几个不同的domain 第一个是你的RTL code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你的Galibro的Netlist的这个部分 然后到最后是你的这个trip的这个部分 它这几个它的这个表示的方式其实是都不一样 好 所以有人就提了一个还蛮有名的这个一个表示 好 这个叫做YChart 好 因为这个形状是像一个Y 好 所以这个叫YChart 好 基本上我们的整个设计的流程呢 就是在这几个不同的domain之间做一个转换 好 那你的最上层当然就是你的 像RTL code这种就是Behaviour的这个 呃 domain 好 那即使在同一个domain 它也有不同的这个 表示的这个方式 好 然后转到 这种structure的domain 好 所谓的structure domain 就是 画起来就是像这个 这个schematic的这种等级的 这种叫做structure domain的这个 呃 东西好 然后最后这个东西再转换到实际的这个 更实际的电晶体和layout的这个部分 这个叫physical domain 好 那我们的整个设计流程 事实上就是从这个domain转到这里 然后再从这个domain再转过来 好 事实上是在这个不同的这个domain 做一个这个转换好 做一个转换好 那 那我们讲的这个合成 synthesis 它其实就是一个domain的一个translation 就是从这个behaviour domain 或是讲不讲RTL level的这个部分 转成到get level 那转过去 这是一个步骤 那转过去之后 它还要再做最佳化 再做最佳化 让你的这个所需要的面积还有速度 都可以变得更小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以这个例子来看 就是你像这样一个RTL code 那我们会把它转成到这种类似像这种schematic 这种structure的这种连接 这个就是get level的这个部分 这其实就是get level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习惯的 RTL level的这个部分 那转到这个之后这只是第一步 这只是第一步 然后面就会根据你的面积的要求 速度的要求和power的要求 它会做不同的最佳化 所以你最后所需要的这个电路的面积 就会最小化 所以整个EDA tool 我们的合成的tool 它其实就是包含这两个部分 这一个部分和这一个部分 那通常这个部分是比较简单 Domain Translation的部分是比较简单 那一般来说 比如说你在合成的时候 你会 它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语法不太对 会合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问题 这个都是Domain Translation这边出的问题 都是这边出的问题 那一旦这边过了之后 接下来EDA tool 其实它帮你最大的部分 就是在做这个最佳化的部分 最佳化的部分 好 那我们先下课 我们就继续我们后面的部分 那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之前如果有一些lab或homework没有交到的 我们应该会再开放各位做3day 之后TA应该会再公布 这样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常用的一些 Logic Optimization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些Logic Optimization的部分 其实各位在大一的罗色 其实你已经学到了不少 都知道不少 好 那最常看到的就是这个 好 SOP和POS的这个 这种two level logic的这个部分 好 那各位在大一罗色你有学到很多这种 用数值 的方 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这个方法 好 在在做好 那 基本上 two level的 这种 最佳化 好 基本上大家已经可以做到 呃 最 最好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部分 在商用来讲也也算是用了非常非常多年了 好 那 呃 这个用法我想各位应该不是很陌生 好 你大概 就是 各位在罗色里面学到的这个 呃 这些就是可以用好 那比较复杂一点的是这个所谓的 Multi level的这个 呃 Logic Optimization的这个 呃部分 好 也就是说你事实上可能是 可能有这两个输出 好 F1和F2 好 然后我们要去 呃 让它 的整个的 面积可以最小 那 那通常 呃 这个部分 大概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电路的这个最佳化的一个主流的这个方法 因为 透过这一个 透过这一个 呃 他就可以 去满足你的这个速度还有面积的这个需求 那那当然 用前面的这个two level可以做 好 那Multi level的话 真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些共通项 好 或是共通的表示是 好 像 像这一个好 我们的这个F1和F2好 那我们可以提出他的共通项 共通表示是是这个S 是S 所以我们的F1和F2好 就可以用 比较简单的这个式子 然后可以 呃 这个S的部分等于就是共用 那共用的话 那在面积上来讲你就变成是只需要一套 一套的这样子的一个电路就就可以好 所以他面积就就变得比较 比较小 变得比较小 好 所以这个是抽共通项的这个 呃 共通项或是共通表示式的一个 呃 做法 好 这样 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 呃做法 好 那这个在呃 呃商用的tool里面也算是用用很多年了 哈 的这个部分 好 那 那还有 那还有一些呃 比较一些新的一些 Ultimization的一些方法 好 那这个在tool里面他其实呃 每年都会有一些不断会有一些新的一些 呃改进的这个部分 好 那 那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呃 这个呃 我们讲到的这个 Ultimization的部分 好 然后又讲提到这个所谓的 呃 Domain translation的这个部分 那Domain translation的这个呃 部分 那我们讲过 也是从这个rtlevel 然后对应到这种schematic的 这个部分 好 那那一开始对到这种schematic的部分 他基本上是跟你 的底层所用的制程的cell library 或者是你的你用的technology 比如说你用apga好 他也是一种technology 那这些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最终你要在实现到上面的时候 那你就要跟你的呃特定的制程 或是特定的呃原件 比如说apga好 某一个apga的原件 或者是呃40nm的制程 或者是28nm的制程 好 这些都要有关系 好 那这些的对应呢 就是所谓的technology的这个 mapping 好 technology的mapping 好 那 那所以你今天 那所以你今天的制程 比如说我们现在呃在我们的lab里面用到的各位都是用点一八的这个制程 好 点一八的制程 好 那如果你某一天你换了一个呃比如说用40nm的制程 好 或者是7nm的制程好 这个都是一个technology的mapping 好 那就是把你这些呃的刚刚的这些做出来的这个玻璃的network把它对应过来好 那他的对应的这个呃 Ultimization的条件可以有几个 好 第一个面积要最小 或者是你的速度要最快好 delay就要最小好 也要最小好 那 那或者是说 那通常来讲好 如果你要做面积最小的话 那 这contrain怎么设好 一般通常我们就是设 0 因为你再怎么样面积都不会比0还小 所以就是做0就是让他做到死为止 让2我做到死都做不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他的最终的答案 好 所以这个contrain就设0 contrain就设0 好 那你说delay可会这样设好 delay当然可以这样设好 不过delay delay如果你设0让他去utimize的话 你会发现你那个面积会爆掉 因为他会用非常非常大的面积去 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所以 所以通常也是可以这样设好 但是通常大家不会这样设好 这个设法就比较 不会这样玩好 但是面积的这个contrain的设计 的设设定的话可以可以这样设好 好 那 那另外一个比较常 做的这个做法呢 通常就是会指定一个 timing的contrain 比如说你今天就是要跑到这个 5nosecond 跑到5nosecond 那 那你就是设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让tour去帮你做这个最佳化 那更常看到的 最常最常做的做法通常应该是最后这一个 就是我会设一个条件 一个速度的条件 比如说我要在5nosecond之内 但是呢 同时间我希望我的面积要最小 好在最小 好 所以通常这样设的时候我们会让这个面积的条件呢 把他设到0 然后速度这边会设到某一个你希望达到的一个条件 比如说你今天是要跑5nosecond 然后Area让他设定 那他就会在满足你的速度 需求底下 然后尽量的把面积做到最小化 做到最小化 所以 所以 呃最后这个方法是最常用的 那前面的那个通常 呃不是 有点不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最后面这个大概是 最常看到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 呃 好 那通常 呃 Tenalgy的这个Mapping 通常就是会先做完前面讲的这些逻辑 跟 跟Tenalgy Independent的这种逻辑的Otomization 做完之后再来做一个 呃对应 把把对过去 那或者说做一个Tenalgy的Translation 什么叫做Tenalgy的Translation 像我们 一个Tenalgy 比如说40nm的制程就是一个Tenalgy 好 28nm的制程就是一个Tenalgy 那所谓的Tenalgy Translation就是你可能在两个制程之间做一个转换 比如说你本来的设计是在40nm的这个制程 那你今天要把那个设计把它转换成到28nm去下线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一个Tenalgy的Translation 那或者是说你本来你的设计呢 你是先在这个APJ上面先做好 然后接下来你可能要真正去下一个chip好在在这个28nm去去做一个下线好 那这个也是一个Tenalgy的这个Translation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些常用的一些术语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ltimization 这些不同的Ultimization的条件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 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 好我们可以这样看好这个是这样好 这个是面积好 这边是你的Delay好 速度的部分 通常来讲好这两个是一个 呃有点互斥的好有点互斥的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追求Delay最小好 也就是在这边的时候 那你的面积就会是最大的 面积就会最大 好那如果你要面积 面积很小的时候 面积很小的时候 那你的Delay就会是最大的 好所以通常他大概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曲线的关系 会有一个曲线关系 好所以我们正常来讲好 我们通常不会是追求 这一点也不会是这一点 通常不会是这一点 好我们正常来讲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话 通常就是说我会有一个 Delay的要求 好我一定要在这一个Delay之下 要在这个Delay之下 那我在这个Delay之下呢 我要让他的面积最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Delay之下呢 我其实这些点 这些点都可以满足 这一点都可以满足 在这么在这么多点可以满足底下 我要求要有面积最小的 好 所以他通常他就会找到一个 像这一个点 这里就会是 刚刚好满足然后面积最小的这个 点 好 好所以这个是 通常是我们比较希望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Ultimization 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曲线上面 去移动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的Delay要比较大 你通常你的面积就会比较大 Delay比较小你的面积就会比较大 那如果你的速度可以放慢一点 你今天可以跑慢一点 那通常你的面积就可以小一点 好就可以小一点 所以这两个之间是 是有一些12的这个关系 好 那我们大概就很简单的介绍这个 Sense2后面的一些原理 那这里面当然是真的要讲的话 这个是一整个学期的课会cover的东西 就是在大三的EDA导论会 会讲到这个 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去修这一部分的课 好 那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就会稍微来看一下 这个RTL Synthesis的这个部分 它是怎么做的 前面是讲比较原理的部分 这边我们从这个 它的这个 怎么从这个VeloCode 转换到 到这个我们最后的这个GateLevel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整个的话基本上 我们的整个Domain的这个Translation 就是你写的这个HDL的Code 好 RTL Code 那 它会先 先把它转换成这种 三个Adress的这种Code 也就是会有Y 然后对Z做一个AppleAction 得到一个X 它会有三个 三个印算员 三个印算员的 印算值 三个印算值的这个Code 好 那这样子的Code 然后 那它根据你写的这个HDL Code的 的形式 HCode形式 它就会合成出Combination Logic 还有Space 有些比较特殊的元件 好 我们这边不讲Sequential Circuit 好 因为它除了Sequential Circuit之外 像这个TriState 好 它也是属于这一个部分 好 所以 是不只包含Sequential Circuit 它是任你的HDL Code的写的形式 它会去 就会产生出对应的出来 好 所以 这个就是 它知道 这样经过这样子一个对应之后 就可以产生出这个Structural的这种Netless 这个就是做Domain的 Translation 然后后面就可以接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Ultimization的这个做法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比较简单的是这个Combination Circuit的 这个部分 好 比如说你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HDL的Code 好 看到像这样一个HDL Code 好 那 好 那这样HDL Code呢 你输入到这个Tour里面去呢 它就会把它转成 转成一个 3Address的Code 3Address的Code 好 那像 比如说像这个 D1这个 这个 这个本身就 就很单纯 就结束了 所以就 就没有 但是像这种if的 这里有出现这个if的 好 那他就会 再把这个对应的这个ELS也把它给 呃 弄出来 这样 会会 Tour里面是这样处理 好 然后呢 他就会再把这样子的一个每一个 这样子的话就每每一行这个D1D2D3D4D5 就会是一个独立的可以运算的这个部分 他就把它对应成一个Function的这个Unit 好 好 比如说像第一个D1的这个部分 它是A加B好 所以他这里就会Elloc一个加法给他好 Elloc一个加法给他好 好然后你可以看到像这个D 看哪一个 D2 D2这个 D2这个就是C-D C-D 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减法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D5的部分 D5的部分就是Y等于S 所以这个就直接是一个绕线 一个while把它接过来 这个FunctionalUnit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 就会看到说你每一行它会对应到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 你在看那个合成的Log的时候 他他读进去你的Log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跟你Report说 他合成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会有这个 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做这个东西 好 那 那这个Elloc完之后 那 这几个之间是 有这个逻辑的这个Topology的这个TOP的这个关系 我们把这个关系把它给串起来 好 所以再把这个对应的 关系 好 前后的关系 我们就把它给串起来 把它给串起来 好 好 那串起来之后 然后 把它做一个结合 好 这个就是 这样就得到了最后的整个 它的结构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TOP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步骤 把你的 一个 article code 最后转换成像这样子的一个 图形 Gweb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表示 那 用这样Gweb的表示 它后续 就可以 套用一些不同的 optimization的方法 就比较好做 好 所以 组合逻辑的部分 好 算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特别的 接下来看到的是这些 所谓的 spatial element的这个部分 就是 主要有三个 好 一个是 latch freeflop 还有 tri-state的部分 那 latch 和freeflop的部分 这个都是只有dtype 这都是dtype的这个 部分 其他的那些 你是要直接instance 他才有办法做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部分我想 各位就很熟悉 好 我们 就可以看到说 如果你写成这个if 没有else的话 那这个就会 就会做出这个 latch出来 然后你这边用partive edge的话 这个就会产生这个 freeflop 然后如果你这里有出现这个z的话 出现z的话 它就会产生tri-state的buff 所以产生tri-state的buff 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latch的这个latch的这个部分 好 那 这个好 好 你的写法如果是写成像这样 好 它就会infer出这个 q这个 会有个latch 那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像 好 如果这里 这里有一个default值的话 那这里当然就不会 就不会产生这个latch的这个部分 好 那 那如果你真的要产生latch的话 那你 你只能写成像这个样子 好 它才会产生出这个latch 好 那如果你写成一个 可以跟它是一个等效的一个 电路 好 长得像这样 好 各位看一下 if这个enable s等于a 然后else的时候 enable为0的时候 我的s要是我原来的这个值 那它就会合成出 multiplecent 会合成出multiplecent 再形成出一个combination feedback 好 所以 所以如果你写成像这样子的话 这个sensit tool 就会给你报错 就会给你报错 所以你的call里面有这个combination feedback 好 它不会合成出这个latch出来 你只能写成这样 它才会合成出latch 好 那另外feva的这个部分 好 我们都很熟悉 所以就是你用partie edge clock 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tool是怎么去认 tool是怎么去认说 他你的这个call 写什么样子的call 它应该会合成出什么 那就说你的feva的这个call 基本上会包含 几个 条件 就是当然你会有这个 partie edge clock的这个 部分好 那这个部分 partie edge clock的这个部分是不能出现在你底下的这个有任何的if else 好 然后你的呃这个 基本上是一定接在这个always里面好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讯号好这两个这里面出现的这个讯号好就除了clock之外的的讯号好 只能是一个选择性的 比如说这边reset这里会有一个对应的if 然后set的这里会有另外一个好 只能会有这这两个好 然后另外你这里的reset讯号或者是set讯号他对应的这些statement 比如说这里有b1或是b2的这个statement好 只能是给常数值好也就是说你reset一定是reset到0或reset到1好 那你set也一定是set到0好只能是常数值不能是变数好 如果你是写成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认出你这样子一个写法会要合成出 refund好 会要合成出refund好 好 所以 好 那 所以如果你是写成呃写成变成这样好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跟这个其实就 如果从语意上来讲其实是一样好 上面这个是reset的时候我q等于0 elseq等于d好 那如果你把呃这个q等于d把它拉到前面好 然后ifreset的时候q等于0 这样子写法他他就会变成是无法合成 他就不认得这个东西是什么 好 所以 所以我们的senset tool好 其实他怎么去认这些东西好 他其实你可以说他其实蛮笨的 其实蛮笨的就是你一定要是写一个固定的一个 呃写法他就会去认得说你要去合成是什么好 所以 所以在我们前面在跟各位讲velo code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会讲说 呃有些写法你应该要照某一个规则去写好 每个规则去写好 因为这样子tool他在判断的时候才比较不容易出错 才能够正确的表达出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意思 好 比较意思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来讲好 当然呃 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是不是限制你的一个coding的一个呃做法 好 但是其实呃 因为大概就是只有几种好 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还好 好就是你就是照着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去做 好 那tri-state的部分其实也是好 tri-state的部分其实也是好 好 那tri-state的的部分的话就是你的呃输出这边好会 会会有出现hi-z的时候 那他就会呃合成出一个呃tri-state buffer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你也可以是呃有含有fifa的部分好也就是你被这边变成呃不是这种 combination logic好啊变成是 always at the past of the clock 然后inable的时候有值好 else会有hi-z好 好 那那这个的话如果你直接用我们刚前面讲的vifa的话哎好像你的vifa的输出应该是hi-z好但是这个是呃实际上来讲是没有办法去传这个hi-z的这个值好所以所以他呃不会在这边会出现这个呃不会在tri-state buffer这边再出现vifa好所以他事实上是会把这个vifa的值把他挪到输入的部分好所以最后会合成出现这个部分的部分好 这样子的一个电路出来好所以这个是呃我们在这门课里面哈呃反复会跟各位讲说为什么你有有的这个coding要要用某一种的coding的style好啊其实后面的限制语音就是会来自于这些呃sense tool的这个部分好那你用比较简单的他很容易辨识的这个 这个部分去写的话其实是最不容易出错的因为你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tool想要做的东西好那两边的认知就不会有落差好就不会有落差好所以这个是呃我们特别跟各位提到的部分好有没有问题那这边我们大概就是很简单的介绍了好呃没有很深入好那你需要很深入的介绍的话你可以修大三的EDA导论的课好这样 老师我想提问嘿请说 就刚刚上页跟上上页的那个bearer code上面他那个为什么都没有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呢 呃呃这边其实可以用这边写blocking和nonblocking做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如果正确写的话应该是要用nonblocking 嗯嗯对好谢谢老师 嗯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synthesis的script好那呃呃后面的投影片呃会介绍的比较详细好会介绍比较详细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呃 先看一下我们Lab用 好 那上礼拜我们大概有跟各位介绍过 我们在Lab和Homework所使用的整个Sensers的这个Script 那我们有稍微大概简单的稍微带 跟各位带过一下里面在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讲一下这里面每一个比较细部的部分 在讲什么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整个的流程是这样 当然你会给定这个规格之后 然后你会去做你的这个Artile Coding 那当然在做Artile Coding之前你会先写写演算法 确定你的这个方形是怎么样 然后再去做对应的架构的这个设计 好 然后这边设计完之后确定没有问题 就可以去做这个合成 好 做合成 好 那合成这边 基本上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Tool是这个Sensers的 这家公司出的这个叫做Design Compiler的这个Tool 那这个Tool应该说市占率应该超过九成以上 就基本上是做IC设计的大概都是用都是用这个 都是用这个 这家算是在这个部分算是相当独占的这个地位 好 所以所以前阵子那个中国中国不是受到这个美国制裁 那有一些 有一些公司像华为这些他就不能使用这个美国公司的一些制裁 那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像Sensers这个是美国公司 他们就没有办法用Design Compiler 所以 所以他的这个IC设计整个就垮掉 没办法做下去 完全没办法进行下去 好 那这个Tool基本上做几件事情 我们在上次有跟各位提到过 第一个把你的这个 RToolCore转成到Gateable 那这个转成到Gateable这个算是 就像各位在看到在罗色里面所看到这种逻辑的这种 Equation 但是他还他跟你实际的制程所用到的东西 其实还是不一致 所以你要再进一步把这边的这种Gateable的东西呢 再转换 转换到你实际用的这个呃制程 比如说你今天用APGA啦 或者是用40奈米的制程啊 28奈米的制程啊 7奈米的制程 那这些都会不太一样 这些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要再转过一次 那转完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呃 就会做这个最佳化 那最佳化我们刚呃 上礼拜有跟各位提到过 就是可以根据你的面积 或者是速度 不同的这些限制来做这个最佳化 所以这个就是SensorTool 他其实在做的这个事情 好 那 那 那这个做完之后 那当然他就给你一些这个 呃 report好 那 像各位在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他的timing的report啦 area的report啦 那还有一个 呃在我们这门课里面 可能被没有 并没有特别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power的部分的这个 呃report 就是他到底消耗了多少的这个功率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几个呃分析的这个呃部分呢 在delight compiler可以做好 好 那呃他另外其实这家 SensorTool他也有出这个所谓的pride time 和pride power好 呃专门是做这些timing和power的这个分析的这个部分好 跑起来会 会比较cut好 那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来验证 呃你的整个设计是不是有符合这个 你的速度的这个需求 好 那这个部分呃他的分析呃是怎么做好 是怎么做好 他是呃我们简单的跟各位提一下 他是所用所谓的static timing analys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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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所谓的静态时序分析好 什么叫做静态时序分析好 呃一般我们你要分析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design好 呃 方式有没有正确好 通常你要跑simulation好 你要给他pattern 啊 那不同的pattern 他就会打到不同的地方好 那你可能你的pattern 如果下的不好的话 那他不见得会把每一个这个呃 各种的状况 你的每每一个的case都有跑过 所以他就会就会比较局限好 好就比较局限 那static timing analysis就是 他你完全不用给他pattern 你不用给他一个testbench的pattern 他会把所有的各种状况 exalted全部帮你 找过一遍 所以不会有漏掉的这个 呃部分 尤其是 你的这个设计是属于这种纯数位 然后都是呃 同步的synchronous的这种电路的这个设计的话 那基本上呃他这样做下来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每一条test全部都会 各种状况都会帮你扫过一遍 所以这个是呃他这个部分的这个做法 那这样做起来 速度当然就会比较 呃比较快 因为你要跑什么 那些事实上是非常非常花时间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这个就是呃 各位在之后如果 修EDA2哦 呃EDA的这个课或者是呃 修ICLab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名字叫做STA STATIC TIMING AND LASIS的部分 好 那那相对于STATIC TIMING AND LASIS的部分 就是你跑simulation 这个就是所谓的dynamic的这个呃 TIMING AND LASIS 那这个部分呃在我们这门课里面 我们用到的tool是另外一家公司好 出的tool叫做Cadence 的这个tool 那这两家Cadence 和Synarsis是目前的EDA2的两家 呃最大家和第二名 Synarsis是第一名 Cadence是第二名 那第三名 第三名是谁呢 好 第三名 后来被merge 他本来叫本来是叫做Mental Graphics 后来被这个德国的Symens并购 所以所以你后来看到的是这个 好 不过第三名跟前面两名就差蛮多的 就差蛮多 好 所以呃 所以这个simulator我们用的是NCVlog 那各位在呃我们的script里面 你如果打开来看的话 我们跑的是IRON IRON它里面它好像也是一个script 他会去执行这个NCVlog 好 这个就做这个模拟的这个呃部分 好 所以这个是呃 这几家公司的部分 好 所以呃 基本上呃 我们在做合成的时候我们就会呃 你在整个的这个data design compiler 这边好 你会需要什么东西 好 当然第一个你会需要你的这个呃设计 好 好 然后 那你在跑这个02ROM DC的时候就会给这个呃 你的这个synthesis的这个script 好 那这个synthesis的script的话他就会 你正常跑下来 好 经过这个design compiler之后你就会得到你的呃 git level的netlist git level的netlist在这里 好 然后 对应的这个呃delay的部分好 这个是所谓的sdf档 就是你每个每个get的这个delay的这个部分好 然后呃testbench的部分的话通常就是沿用你原来的这个rtl level的这个部分好 不过有些状况好有些呃比较特殊的一些状况的话有时候你可能会要针对你的git level的部分 要重新再调整一下你的这个testbench好 那不过呃一般来说如果你是比较呃比较单纯的这种纯数位的设计的话 通常呃是可以直接沿用你的rtl level的这个testbench 所以这个是呃各位大概比较熟悉的这个流程好 那当然你也会得到这些report好等等area timing的report好 那在这个后面的当然就是呃 会有些对应的这些library的这个部分好 比如说你的我们用的是.18的这个制程的technology的这个library好 然后呃对应的一些呃 delayware的这个library好 delayware library这个是呃snazzy这家公司他事先写好的一些呃设计好 比如说他有做一些呈把器啦 呃各式各样的呈把器 还有一些比较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这种呃设计好 这样子有点像是呃 在系语员里面的一些常见的一些library 一些function code他其实就已经先把它写好 好那好那这样做出来最后你就可以跑这个gatable的这个呃simulation 嗯 同学的那个没有关 关掉了 好那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delay compiler这个tool 那他的核心的部分当然就是这个synthesis tool的这个呃部分 好 这个部分然后外圈的话就会有一层是命令列 command line的形式的这个部分好 那我们在这门课里面我们呃就直接让各位跑那个02 run dc 好其实就是跑这个 command line的这个 呃部分好那事实上有两种格式好一种是跑这个tickle的这个 呃指定的格式好另外一个是呃这个share script 两种不同的这个呃命令命令列的这个格式好如果对呃 Linux稍微有一点点概念好大概呃就知道这个呃是在Linux里面算是比较常用 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呃现在当然是很流行用GUI界面的这个部分好所以 最外圈的这个是GUI界面的这个部分好这个可以呼叫这个delay vision这个 呃你就可以看得到 好那基本上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好就 呃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跑可以用delay vision跑一下好可以用delay vision跑一下好 呃也是一样好可以看到 呃主要是比较是GUI界面的这个部分好不过 各位第一次用可能碰到这个GUI界面你可能都不太会用他这个到底是要怎么怎么射 好没错 详细的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呃 呃Document的这个部分好 好 那 所以接下来我们主要就是来介绍一下他呃我们的这个Script里面用到的这些命令好 好那这些我们大概不会呃不会讲的太细好就是比较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 大概跟各位呃讲一下好那首先当然就是呃你要做合成的话你就会要有你的这个呃Library的这个部分好 好那你的Library的目录放在哪里呢他他就会去看你这个档案好叫做一个 点synasys underscore dc.sharp好 那这个的话他通常就会看说哎这你有没有在你目前的这个工作目录底下有这个档案啊如果没有的话会在你的账号底下的这个呃 去看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就去看这个安装的目录里面有有没有这个好好那那这里面就会包含这些一些预设的一些设定好一些设定好那如果你想看有没有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打这个指定好 呃Ls 呃 dash la la他就会把这个 呃隐藏档好因为这个有那个 点的好他会是隐藏好 在Linux 里面就会隐藏起来你就会看不到哈所以你要打这个la才会看得到我想看的话想看的同学可以可以看看有没有哈 好那那这个呃里面就会呃包含这一些哈这些呃 我们刚讲的search place啊link library啊哈 link library就是你用到的这些technology的这个部分好那这里面呃 那个librarylink library里面你真正会用到的就是真正要用的就是这个touch library的这个部分 好那那另外他会有这个所谓的symbol library好这个是你用GUI界面的时候才才会需要的这个部分 好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 好那接下来就是呃 这些环境设定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开始把你的design把它给读进来好 好那读进来的话那他资源的格式当然有资源vlog啦 vhdl啦 好那 好那现在新版呢就有资源systemblog 好那还有一些他自己内部的一些呃 database的这个 呃部分好就是你会看到会有一些 呃 叫什么.db的档案好 .db的档案这个就是synasis的这个 vibrate好就是说有时候你在合成合成到一半的时候 那你希望把这个结果把它存下来 然后就会把它存成这个.db档 然后他就会把呃 所有的这个环境设定都把它给存下来 好那那读读你的这个设计读你的vlog进来的话 他有两个方法 呃 一个是简单版哈 下面这个是简单版哈 简单版事实上是把这个上面的这个复杂版哈 复杂版事实上它分成两步哈 把把两两个步骤把它合成 合成一个步骤哈 就是变成简单版的作法 好那那在我们这边用到的好 各位看我们的那个script用到的就是用简单版的这个 呃直接用那个readfile的这个方式 就是把它读进来好 那那我们读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那个 vlog sist and vlog 所以那个读档案的那个format的部分好 事实上我们是设成那个sist and vlog的那个格式 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script你会看到 是这样去读 好那那这个的话是适合就是你的这个 呃设计基本上没有没有太复杂要处理的一些东西 什么叫做太复杂要处理的东西 就是说有时候你会有一些 要处理一些特定要设定一些参数啊等等 那那就要变成是两个步骤的这个做法 你要先做 先做这个分析 先做analyze 然后再做elebration 再做elebration 它会变成是 两个步骤 那两个第二个步骤的话 它就会把一些对应的一些参数 把它给 呃 适当的把它给做一些展开来 适当的把它展开来 所以这个是呃在一些比较特定的 呃 场合的时候 你会需要这样的利用 那如果你的design是比较单纯比较简单的时候 你就用那个下面的这个简单版的这个方式做就可以了 好 好 然后呃 读进来之后 读进来之后 那那通常来讲 呃 你的design都是 我们都是有分hierarchy 就是你会有个最top的模组 然后底下可能 呃会有一个一个 两个 然后底下又再有好几层 那我们一般在做这个 合成的时候 在做合成的时候 那 那当然现在目前各位使用的这个homework或design都很小 好 所以我们就是把整个design就直接丢下去让他去 去做合成 好 那基本上速度就没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design很大的时候 比较很大的时候 你这么大的design丢下去做合成 你要花的时间就会很久 那我们不想花这么久时间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选说 诶 虽然我整个vlog读进去 那我可能只是要合成这一个部分 好 要合成这个部分 好 那我就要把我要 目前要合成的这个 哪一个部分的这个最top要把它射过来 好 这个就是set current design 把它射过来 好 比如说我要射到这里来 好 这样子 那如果你如果没有特别去做的话 一般来讲你读完档案之后 他就会自动去射 射程到这个你目前的这个design的最top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这个是去决定你到底要针对哪一个部分去做合成 好这样子来做 好 然后接下来是做 这个link design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把你的这个 你的design跟这个library把它做一个连结 看你这边 你写的 比如说你里面有抠到这个呃 呈法 那你这个呈法底层的这个module你有没有写到 他要把他这些对应关系要把他给连结起来 所以他会做做这些呃 事情 好 那这样子做完这个你的基本的这个档案读进来的这个动作就差不多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 接下来你要在做进入到真正开始做合成之前 我们就要开始去设定我们的 呃 合成的这个条件好就是说你今天要跑多快 你要跑多快 你的速度是怎么样 然后他的环境是怎么样好 他的loading怎么样好 他的driving 呃推推进来的driving的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好 所以 所以要做这些呃设定 好 那基本上来讲第一个通常你要设的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设计 都是synchronous的design好 所以你第一个要设当然就是设你的clock 设你的clock 好 那clock的这个呃 那部分的这个设法当然就是 呃最主要你就是要设 你的这个 呃clock的period是多少 好 这个就是决定你的这个速度好 比如说你今天要跑5个nosecond这里就是设成5 好那如果你今天 哎 说哎你的设计你觉得可以跑更快好 哎你就可以把它设成比如说跑成4好就设成这个4 然后后面的这个部分好他会有呃设这个所谓的waphone的这个部分好 好 waphone的这个部分的话他是这样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值的部分是你的rising的这个时间好 从零开始好 Rising的时间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他的falling的 呃 所以比如说我们这边呃看这个好我们设的这个呃 period是5好 所以他一个周期是5个nosecond 然后呢我们这里呃这里设1好就是他在1这里呢会会上来会变成 从0变成1好 然后接下来到2的时候他会掉下去好 所以到2的时候他会掉下去 好 2的时候掉下去然后就一直到0 那那当然你会看到说像你如果设成这样子的话 那他的这个呃0和1的这个比例就不是1比1好 就不是5050%的这种比例好 通常我们是比较不喜欢你的clack最好不要射成这样好 因为我们比较希望你的这个clack最好都是比较平均的 就是0的部分有一半 1的部分有一半好 这样是比较好 好那这个是我们给各位看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例子 好是长成这个样子 好 那那对应的这个clack的部分当然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 条件 就是我们在前面有跟各位介绍到就是你的clack的latency 从你的外面进来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delay 的这个部分然后有一些uncertainty 啊 skew的这个呃部分还有承接薰type好 这些等等有一些不理想的这个效应好 那不过呃通常来讲我们在最初步的做合成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这些都都不用考虑好 就不考虑就是都把这些都设成就设成0好 设成0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状况 好 那所以这个前面那个是clack的部分好 好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就要来设整个的这个 呃环境的这个部分好 环境的部分就是 这个是你的整个的设计好 你的整个设计好 这个框起来的这个部分是你的设计好 好那你的设计的话 第一个你的 这个输出的部分的loading有多少好 因为如果你输出的loading很大的话 他会影响到你的 呃 就会造成你这边的这个 影响到输出的这个pin角这边的delay就会变得很大 所以这边我们要设定 他的loading会有多少好 的部分好那loading有一些不同的这个 设法设他的bendout 设计loading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输入的部分 好输入的部分 那输入的部分通常来讲我们是 你通常会接前面一集 那前面一集的话 那你前面一集他可能是 就是从dbf要来呢 或者是从一个某一个buff来 他会有也是有他一定的这个推力的这个部分 这边也是会有他一定的推力的部分 所以所以这边我们就要设你的输入的部分 他的推力有多少 他输入的部分有推力有多少 那通常来讲我们这个部分 一般我们会假设说你的这个design 只是你的大的design的一部分 好所以我们推力的部分 我会会直接呼叫 比如说就是一个某一个buffer 比如说就是某一个buffer 当做我的标准推力 好这样子来来做 然后loading的部分可能也是 比较简单 我也是会设成某一个 buffer当做是他的推力 当做一个基本基本款 基本款的这个loading的这个部分 好所以所以这个是 输入和输出的这个 部分 输入和输出的部分 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现在这一个design 我现在这个design 他真正在工作的时候 真正在工作的时候 那他的运作的 温度 电压 还有我制造的时候的制程的变异 所谓的PVT 这三个 我的环境是怎么样 PVT的这个环境 制程 电压 还有温度 这几个的变化 是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 会会设这些部分 然后 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再讲 好那 那另外一个 部分呢就是 就是我们一般在做这个合成的时候 你看到的都是这些 no-gate 的这个 的部分 那 那 那我们实际这个东西 做在你的IC里面的时候 你从这一个get到另外一个get的时候 你中间是要透过这些绕线 透过这些绕线 那这些绕线其实他 他也是需要花时间的 也是要花时间 也是有有loading的 因为他也是 相对来讲也是有个rc的detain 都是有个rc的detain 好那 但是我现在整个chip以来都还没有做出来 好我怎么知道我的 这些绕线的loading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有没有办法可以估算 可以估算说我这一个 设计做出来 他的绕线会占掉我多少的delay 有没有办法估算 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估算 那在比较老一点的制程 所谓的比较老一点的制程的话 我们应该就是说大概是90奈米以上的 或是.13以上 好像我们用到的.18的 他会用到一个所谓的wireload model 的方式来估算 用这个 用这个model的方式来估算 那但是这个东西在 比较先进的制程 什么叫比较先进制程 大概应该可以说就是大概 差不多28奈米以下 或是28 8凡28 那这个wireload model已经完全不准 wireload model已经完全不准 所以就不需要再用这个东西 因为在那个状况底下 他没有办法估 没有办法估得很准 因为那个model 跟实际做出来的差太多了 所以他那个厂商 像台积电 或是联电 他们这种厂商 他就根本就不提供 因为反正就不准 你用这个东西没有意义 就不要用 就不要用 但是一些比较老的制程的话 用这个的话稍稍可以估算一下 稍稍可以估算一下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关于这个 operating condition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个 制程电压还有温度的这个 部分 那这个部分 不晓得 就会在电子学或者是 VSI可能会讲 VSI可能会讲 那电子学不确定有没有会讲 好 那制程电压还有温度的话 那我们一般都会 就会说你的这个状况 跑起来是所谓的best case typical 或是worst case的 会有这几种的状况 也就是说你可能 对速度来讲的话 你在低电压的时候 还有高温的时候 对他来讲是 他速度就没有办法跑很快 对他来讲就是worst case的一个 状况 那所以我们就要去设说 你的这个现在跑的状况 是是跑哪一种的状况 好去去做 那一般来说当然 如果我们在做合成的时候 我们主要的目标是要去看 你的这个 速度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会设这个worst case 就是slow的这个 状况 slow的状况 那如果你是要看power消耗的话 那power消耗的话 他的最糟糕状况 应该会是 相较于速度来讲 应该是这个best case的这个是 炮的电是比较比较多的 所以 那个就会不太一样 那这几个不同的case这个速度 你这个跑起来的这个timing速度 当然会就会有差异 因为worst case的当然就是跑最慢 那best case的 比如说你worst case跑起来可能只有到5neosecond 但是你 你用best case去跑的话 你这个report出来的数据可能 他就可以跑到3个neosecond 或是更短回到2neosecond 所以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状况 那 那正常来讲 我们做合成的话 一定都是跑worst case 你是要 确保你做出来的IC在最差最差的状况底下 一定还是可以比这个你要求的规格还要更快 更快 那 那一般来讲 通常正常的状况 你的chip跑的状况 通常都是落在typical 通常是 那 那做worst case 当然是一个比较确保 东西都不会有问题的一个状况 好 那这些部分在通常在你的library里面 他就会提供给你说 哎 你有哪一些这个case可以去 去跑 好 这样子 好 设定这个operating的这个condition 好 然后 接下来是这个wireload model的这个 部分 那这个是比较旧的制程才有 好 我们就简单的 介绍一下 好 那他这个 这个是这样 我们把这个图稍微放在里 好 他会有分几个 第一个是所谓的 tap 然后 第二个是所谓的enclosed的部分 好 然后第三个是所谓的segmented 那tap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的这个最tap的这个设计呢 他是 面积可能做出来是一个 估算出来如果大概是一个50x50的话 好 那我底下的即使你的面积比较小 比如说你有20x20的啦 40x40的这些 他他在估算你的这个 绕线的这个delay的时候 他全部都是用50x50这个最大的 去估 去估算 好 这样子 好 那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你那个比较小的那个估起来 就会稍微比较差一点点 好 就比较差一点点 好 好 那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这个enclosed的这个状况 就是说 哎 我这个 做20x20的时候的这个估算呢 我就是 哎 不是 比如说我要估算某一条这个 绕线 那我这条绕线呢 你看到这个enclosed这个 他的 绕线长度呢 是40x40 那这个40x40的这个呢 他是从a到b 他跨过了20x20的这一个方格 然后有进入到40x40的方格 然后有再到30x30的方格 好 那那我要怎么算这条线的绕线delay 那 如果你是用enclosed的这个做法的话 我就是 在这条线 会把他包起来的最大的那个格子里面 对他这个来讲就是40x40 就是以40x40去算 好 那那这个当然也是 会 会比top的又稍微在 在 不那么保守一点点 那 最不保守的是这个 就是看你那条线是经过哪里就用哪一个 哪一段算 比如说他那一段在20x20就用20x20去算 在40x40的就用40x40去算 好 这样 好 然后再30x30的就用30 这个叫segmented的这个 呃 做法 不过通常来讲我们就是简单就用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 老师讲其实没有差 没有差那么多了 因为通常大家的设计 也没有大到 大到非常大的程度 大到非常大的程度 那个呃 造线的delay通常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好 好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 wire load model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是设定你的 呃 design的这个 content的这个 部分 那 这个是我们在做 接下来做optimization的时候的一些限制 那这个部分的限制包含两个 包含两个 一个是可能各位 之前可能也许稍微比较陌生一点的 这个叫做所谓的 这个design入我的这个content design入我的content 但是这个优先 优先次序是比较高的 这个优先 也就是说 呃 他会限定说你这一条 这个 线 他的transition 他的 这个get他的最大的transition时间 他会有一定的限制 最大的fame up 呃 最大的capacitance 都是有一定的上限 你不能无限制的 比如说某一个fame up 他最多可能只能接10个 get 你不能接到12个 不能叫12个 所以 所以tool的话 如果发现说 哎 你这条线呢 如果他接了12个 那他就要 但是他上限 如果只能到6的话 那他就要把这个12个呢 就要把拆成两个 就把拆成两个去 去做 所以 所以第一个是这种 属于制程本身 属于这个seal library本身的这个 design入我 设计入我的这个限制 那第二个才是 我们比较熟悉的你的面积还有速度的 那可能还包含你的power的这个限制 所以 这个是跟你的optimization是有关系的这个部分 那上面这个的话是你没有办法改的 因为 你用了某一个制程某一个library 他他就是长那个样子 你就不能再再再动 你能够改动的是下面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 所以上面的这个 这些design入我content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不一一细讲 就是 你通常能够做的就是 你可以改的比那个library 所提供的要更严格 比如说library他 他也许可以到你的分号可以到12 然后你觉得12这样不太好 我不想要他这么大 我就设定说可以 让他做的更小变成是6 你可以设的更小 但是 通常来讲 我们通常就不需要去特别去设这个东西 就是 library有多少用 你就是用到他的极限就可以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特别讲 好 那主要我们来讲的是 optimization的这个 content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有几个 我们在前面其实有跟各位提到过 就是 你的 设你的input delay 设你的output delay的这个 部分 input delay output delay的部分 好 那这个各位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设面积 设面积的这个 部分 那面积的部分的话 你就是可以用这个指令 叫做set maximum area 然后后面给这个area的这个 大小 那通常来讲的话 你要做面积最小的话 你就很简单就把这个设成0就可以 好 就是set maximum area是0 好 那这样子的话他在做optimization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尽可能在满足 满足你的条件底下 满足你的速度条件底下 让面积缩到最小最小的状况 好 缩到最小最小的状况 好 好 那我们 看一下 基本的这个 呃 那些环境设定完之后 那你就可以正式进入到 让tool开始帮你做最佳化的这个 呃 部分 那这个部分实际上做起来的话 他有几种不同的这个做法 你可以是top down 就是 呃 现在目前各位用的方法就是这种top down 就是 整个设计的最 最上层的那一个 然后就直接让他去compile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 如果你的design很大的时候呢 实在很大的时候 哎 你可以从最底层的最底层的module 先做完 然后 最底层的module就让他固定不要动 然后我再去compile上层的这个部分 好像一路路做起来 这个叫做button up的做法 不过通常你的design如果很多的时候 像button up的做其实是很没有效率 那 比较常看到的做法通常会 是这种mix的混合式的这个 呃 做法 也就是说哎你的design呢可能 有分很多层 很多很多层 那我可能哎 所以这边的这一层 这一个部分我就先 先 先编译一下 先compile一下 compile完之后我就让他固定就不要动 然后我再compile另外一个部分 然后最后 再把整个再结合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每次做的就是做比较小块的部分 那这样速度编起来会比较快一点点 会比较快一点 这个是针对非常非常大design的时候 才需要这样做 那 不过呃 各位目前在学校即使你到时候到 研究所层级的话 你的design通常也大不了到哪里去 就是说即使你是到milling 百万级的Gate的话 对Tool来讲都还是很小的设计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你直接用cupdown的design就就可以了 就可以 好 然后 那那这边在做的时候呢 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的这个 呃技巧可以 在在最佳化 好 那那我们刚刚讲的像这种 混合式的这个设计的话 通常你就会搭配像这个 就是先 先compact之后 那他我就把它 设成don touch 就不要 就固定他不要再去动 那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做的 是这样叫做amgroup 好 呃 呃这个部分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设计 比如说你的设计 呃 这是你的最top的设计 你里面可能分成A模组 B模组 然后C模组 那C模组里面也有在一些 呃更小的B模组的部分 对 好 那 那这个 tool他在帮你做 最佳化的时候他会怎么做 会怎么做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今天 我们设计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说比如说你在A这边呢 有一个inverter 然后他能够接到B这边 一个inverter再往下接 就是 那如果你的设计是长成这样子的时候 设计长成这样子的时候 然后你丢进去让他去做 呃 最佳化的时候他会 如果你看到 呃 如果我们照常理来想 你两个inverter串起来 这个就是直接连起来 最后应该只是剩下一条线 这两个inverter应该都要被他去掉 都要被他去掉 好 但是你这两个inverter 你的这个设计呢 是在不同的模组 module里面 我们所谓的module就是你的 Vlog里面的那个module 你只要是在module里面的话 那他 就不会跨模组去帮你做最佳化 不会跨模组 所以你这样子做起来呢 就会发现说 他的这个 这个inverter在A里面 换B里面都被留下来的 他其实没有被化减掉 其实不会被化减掉 那这个就是告诉各位说 有时候你在做的时候 像这种跨模组的这个部分 跨模组的部分 如果你有这些这种 逻辑是可以被化减的话 那你把它放在不同模组的时候 tool是没有办法帮你去处理这个部分 那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做这件事情 可以做这件事情 好 那有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做 就说 你觉得 我的模组就是要写成这样 我也不想 我觉得这样写起来我看起来比较高兴 那但是我又想要这个面积要比较小 那我要怎么做 一个方式就是做这个ungroup ungroup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模组的这个 全部都把它拆掉 等于就是全部摊开来 全部摊开 那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module的概念 就没有module概念 那他在optimization的时候 那以这个例子而言 这两个inverter他就会被他划剪掉 就不见 就不见 好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是ungroup的这个 呃 做法 那不过这样做出来会有个缺点 就是说因为他把它拆掉了之后 那拆出来的这个get level 你要对回去 你原来的module是哪一个的时候 你就对不出来了 因为因为都被打散 被打散 所以对你debug来讲 就会比较不好debug 就不好debug 好 那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可以设定一些条件 就是让他对boundary的部分可以做 他也可以做optimization 可以稍微可以允许他做 跨模组的boundary的optimization 但是我又不要把module把它给拆开来 好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 好 那那一般来说 如果你的模组 这个切的不太好的时候 切的不太好的时候 那你用ungroup的方式去 在compile之前先把它ungroup的话 那通常来讲你会得到 面积和速度都会变得更好一点 就会更好一点 好 那那optimization的话 Design compiler提供了不同的一些 呃做法 这些是他在这里面其实会 会做的一些东西 有些我们在前面有有提到过 好 那那基本上最高级的模式就是这个 Ultra模式 也就是 呃我们在 给各位的script里面 各位会看到我们用的是所谓的 CompileUltra CompileUltra的这个模式 就是他会把各式各样可以用的这个 呃最佳化的技巧全部都用上 好 全部都用上 好 所以这个是Ultra模式的这个 呃部分 那那整个optimization他就会 这些架构层次的 Logic Level的 和GapableUltimization他通通都会帮你做 通通都帮你做 好 那预设的话 好 预设的话 呃通常如果你只 只是这个Compile的话 他就是 呃标准就 花普通的力气 好 帮你做到普通的成果 好 帮你做到普通的这个成果 好 这个叫做 呃Default的这种 呃 的A4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个非常 呃好的结果的话 就是用这个 好 CompileUltra的这个 呃部分 这个就是 呃在我们的这个 里面所看到的这个部分 好 那 当然最后你就可以来看说 呃每一个的 呃分析你的这个部分 好 可以report这些面积啊 然后还有这些timing的这个部分 好 那report面积的这个部分 好 那在我们的script里面 我们通常就只有这一个 好 所以你会看到是整个的 整个的面积 那如果说你有分hierarchy的话 你想要知道说 每一个模组 他到底占多少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后面加上这个 呃Def hierarchy 你就可以看到说 每个模组 他占的多少面积 有时候你要做archimilation的时候 你会比较清楚 哪一个部分 你需要再再多花一点时间去处理 他的这个 这个部分 这样 好 那timing的部分就 留给各位去看 然后最后 这个是写出gate level的部分 好 这个我们在上次有跟各位 介绍过 然后最后你就可以把 把design把它存起来 我们会存几个部分 一个是你的 git level的net list 然后你的git level对应的delay的这个 部分 那这个是你做simulation的时候 会用到的 呃部分 那另外你也可以把这整个的过程 最后的结果 把它直接是以这个整个database的方式 存下来 好 那这样你下次再用的时候 就不用老是都从头开始 好像会比较 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好 那整个做完 当然你就可以做git level的simulation 好 就 我想这个各位就应该还 很清楚的 好 那我们今天大概就介绍到这里 下课 好